哈囉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黃色系的眼影 那 上次跟大家分享過橘色 那我覺得 黃色也是很適合夏天 的一個很有活力的顏色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來 畫一個 黃色眼影的 搭配的眼妝 那就繼續看下去囉 郭蕃迫 平旁 爚 爚 爺 放入冰箱中处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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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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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Apply 我今天想要用的是 抱歉 因為我現在很熱 所以一直在冒汗 擦個汗 我今天想要用的是 ZA的這一台 它的色號是1號 Blowing Pink 那我覺得這個顏色呢 它其實帶有一點點 金色的 珠光 擦起來呢 我覺得很美 就是要鏡頭上 看得出來嗎 那我覺得這一款腮紅呢 感覺是 平價版的 高潮 NARS的那一排 高潮 顏色擦起來一樣 那我們就是上在笑肌 像我的臉型是比較長型的 所以我會上在這一塊 然後是用 橫的方式 刷上 就像我前一部影片說的 如果你的眼妝已經就是非常的搶眼 那你的腮紅就是盡量就是 以氣色感為主 顏色的部分就不要再強調了 淡淡的刷上層 就可以了 那建議位置呢不要打得太低 一定不可以低 一定不可以低過你的鼻頭 不然的話你的整個臉型 會有點下垂 所以你一定要往上 位置要是比較靠近上方的 位置要是比較靠近上方的 在你的笑肌的上方也可以 可以 那如果是臉型比較圓的朋友呢 你的暈染的範圍就可以再往下 大一點 範圍可以再大一點 那如果跟我一樣 臉型是比較長的朋友 就是 這樣子很刷就可以 有淡淡的自然的好氣色 然後臉上有一點微微的光澤 然後臉上有一點微微的光澤 這盤刷出來的光澤 這盤刷出來的光澤 顏色真的很美 如果還沒有掃手 入手的朋友可以考慮一下這一盤 那接著呢 就來上唇彩的部分 那我今天想要用的是這一支 就是 哈里萊雅的 鏡面 好像是鏡面 光感還是光療唇膏吧 詳細的 正確的品名 我會再寫在下方的資訊欄 大家再看一下 那這個顏色 我記得是 好像叫蜜桃 馬丁尼吧 色號是913 這是一個很美的 橘色 粉橘色 照片 based 例子 這 是 有 有 ? 熊 它非常的柔滑保濕 而且擦起來真的是很鏡面 就是閃閃亮亮的 嘴唇有嘟嘟的效果 那如果想要輪廓更立體的朋友呢 那就可以跟著我一起來做收容 那因為我有說過我有霧眉嘛 所以眉毛的部分基本上我都是沒有特別的處理它 那如果我要加深輪廓的時候呢 我就會在眼頭的地方再做加強 那我會用的色號就是比較接近我的髮色的色號 那今天我想要用的是帶一點灰的棕色 這一支是The Best Shop的1號 那我會把眉頭的地方稍微再畫出來 靠近山根一點 然後眉尾的地方 其實也是可以補一下 整體的顏色可以更均勻一點 那眉頭的這個位置 就是靠近山根的這個位置 你可以用你的眉筆做一個 音領的效果 差一點點 把眉頭的位置往前帶 然後下面的地方 稍微一點均勻的感 手指頭厲害 美尾的地方 補強一下 幫你把眉頭的位置 往中間集中的時候也會讓你的鼻樑變體 製造出深邃的輪廓感 一邊毛缺了一塊 那兩夾的部分呢 今天我要用的是這個也是百元彩妝 這個顏色也很適合拿來給皮膚白的朋友做修容 那你可以準備一隻這種斜的刷子 你沾取適量之後呢 在你的這個顏骨下方 要先把肌線的位置往前均勻 在你的這個顏色上 用來刷子 用來刷子 把手刀的地方 我們有很多的地方 要先把手刀的地方 把手刀的地方 下巴的輪廓屑也可以做個加強 那一樣就是以小量然後自然為主 另外一邊也是這樣全部下方 就當你這樣子這一塊 可以適度的擦上一些陰影 甚至可以往這個地方淡一點 下巴輪廓的位置畫上你的暈開 好,今天的妝就完成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